春有白花 秋有月 夏有陽風 冬有雪 風無謝是花心風 也是人間 我們稍後由陳怡卓老師 為我們講有關環保 陳怡卓老師佛教慈濟基金會的環保志工 加入了慈濟已經是二十年了 做了環保工作已經八九年了 現在是全職的志工 全職投入在慈濟的環保工作 今天陳老師和我們分享一下 怎樣一起共建環保的人生 有請陳老師 各位尊敬同心 大家下午好 我知道各位由今早至今都坐了超過六個小時 應該都有點累 有點累 今天就接著我來這堂 就是今天的押燭 希望大家還可以提到精神 來聽我和大家的分享 每個月都很感恩三保中心 請我來這裡做一個環保的分享 我覺得環保這個問題在今時今日 已經是大家的問題 大家都要知道 大家都要認識我們這個世界 變成怎樣 還有我們以一個個體來說 我們怎樣可以配合政府 將我們的社會搞得更加適合於我們居住 環保的知識和環保的行動很重要 所以我由現在開始我訂的講題 都是叫共建環保人生 環保人生和幸福人生其實是很直接的關係 大家要知道我們要過一個幸福的生活 是不應該建基體享受和物質的豐富 因為追求物質的豐富和追求享受 都是很短暫的 過了之後很快就沒有了 還有我們追求的欲會令我們更加不延續 你得到一個物質之後 你又想別的東西 人的心不會因為你得到一個東西 就停止了追求 我們做了那麼久環保 我們就發覺人的物欲很強 特別是香港的社會 我一會兒有很多例子 大家看到的 香港我們叫做什麼 你食天堂 你食天堂是購物天堂 但現在有一個新名叫浪費之刀 我們聽到很浪費的 有些數據給大家看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為自己建立一個環保人生 如果已經建立了它 就希望你的人生更加維持長一點 更加鞏固你的環保人生 我今天為大家準備的內容 第一就是講我們的世界 我將我們這個世界的一些現象 包括我們現在世界的人口 大家知不知現在我們有多少人 全世界 七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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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耗費很大量地球資源才可以養活我們 我們每個人從小至大都要用很多地球資源 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追求的目標 我們每個人都有理想 地球結果是怎樣呢 現在給我們看到的地球其實是傷痕累累的 根本已經訂了很久了 大家要知道我們地球有什麼危機在這裏 我會詳細和各位講 這個我目的世界這部分 就是佔了我們第一個小時 由第二個小時候開始 就是講怎樣建立一個環保的人生 包括什麼呢 我們要做出一些善待環境 我們怎樣去善待我們的環境 第二就是我們要練習一個心 叫息腹外脈,不要浪費 然後就是培養一個素脆力 素脆力這個名詞大家會覺得很陌生 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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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裏聽我 有一個素脆力可以增強自己的好運 有什麼好運 有什麼好運 可能也有關係 我覺得是有關係 不用拿手 是一個日本人的 日本名字 是一個素脆力 我覺得很有用 特別在環保方面 所以我拿出來和各位分享 好了 慈濟的環保志 我在慈濟做了20年的志工 最近那8年至9年 我都是投入在環保方面 所以我對環保特別有興趣 我用很多時間去瞭解和如何投入做環保 最後還有一個小肉之竹 這亦是建立環保人生所需要的 最後就是心靈環保 我們所做出的行為 這就是我今天為大家準備的分享 好了 開始了 我我們的世界 大家細心看下我收集的影片 我所指的世界 其實就是人類在地頭居住 人類地區在地頭開始 初一初我們都是 人都由一路演變出來 在深山野人 然後有了社會的組織 有社會的建構 古代社會 用馬 用動物來做運輸 然後我們中國怎樣呢 開始建立了一些禮儀 開始禮儀 一直到現代的社會 開始的時候 我們那些祖先都是穴居 在抗野那裡生活 這裏有一坦水 但現在我們的坦水 就是被我們所建的城市 高樓大校圍繞著 現在我們的世界 慢慢慢慢演變成今天 一個叫科學文明的社會 產生了些甚麼呢 慢慢大家意料一下 地球原來的壽命就是45億年 45億年慢慢演變 開頭有一段火 慢慢冷了 變成一個星球 我們的地球其實是一個很美麗的星球 美國的太空人說 它在太空的網絡地球是藍色 我們的地球是藍色的 其他附近的星球 沒有一個像地球那樣的 我們可以說地球是一個美麗的星球 它的壽命就是45億年 人類出現了原來只有20萬年 最初的地球生物不是人類 45億年很後的時間才出現 人類如果是用45億年來計算 20萬年隨以45億年 幾多分之幾呢 原來如果化成一日的話 人類只是在地球出現了最後一分鐘 我們令到整個地球變光了 大家要知道地球一直以來日出日落 日出日落 那些花草樹木 那些飛前洞直 所有的東西都是循環不適的 是循環不適的 我們弄髒了的東西 我們那些生物 弄髒了的東西 地球會自己弄乾淨 但是人出現了之後 人類的行為 令到我們的大自然 沒有辦法可以消化到 我們做出來的 問題就是在這裏 好了 我們現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呢 剛才說過 有70億 70億是2011年的數字 大家看看這個圖表 1804年是10億人 1927年是20億 1960年 我剛剛才學不言 那一年原來我們的地球只有30億人 去到現在 2011年我們有70億 現在已經2015了 我們有多少人 各位報告 2015年9月11日 就是前幾天 就是我做PowerPoint的時間 地球的人口 就是73億2,4242,655人 這麼準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你是不是玩東西 准得這麼加關 原來呢 有一個網站 大家可以自己登入去看 這個叫做世界人口時鐘實時統計 這些數字是一路這樣跳的 一路這樣跳的 過幾秒鐘 那個數字又不同了 就是有一個世界組織 提供這些資訊給我們 我們現在的人口 就是73億2千多萬 就是我剛才付的 再細看一看 我們原來 男性的人口是50.4 女性是49.6 就是我們的人類 男是多於女 全世界來說 好 今年的出生人數是多少 9千6百萬 好 只是說一日 大家知不知地球一日 有多少人出生 今天出生的人數 33萬4千 33萬 每一日 好 好 今天死亡人數 13萬4千 好 出生減死亡 就是我們一日 人口增加的數目 就是最低這個 20萬人 地球每一日 增加的人口 是20萬 這個厲害嗎 現在歐洲的難民潮 就是北非和中東 逃步走去歐洲那些人 有幾多個 50萬 已經搞到整個歐洲 亂差了 每一個國家可以 容納五十幾萬人 進入自己的 各國土 但是我們地球每一日 出生的人數都20萬 人口壓力是否很大 是很大的 好了 在我們這73億人裏面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都需要很多 要大量的地球資源 才可以養大我們 好了 有一個很好玩的 就是國家地理騰島 英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 人類地球生活史 這個已經是很多年前 我記得在2008年 它公佈的 只有它曾經做過這個統計 我找出來給大家看看 它以一個英國人的例子 一生人喝了7500公升牛奶 兩歲半前 就用了3800公升牛奶 都很厲害 吃了五十幾噸食物 每一個人五十幾噸食物 那麼多隻羊 那麼多隻牛 萬多隻雞蛋 衛生紙都是四千多卷 洗衣機、冰箱、微波爐那些 個位數也不少 十五部電腦、八部車 即是一個保片的統計 每一個人 其實我們一生人裏面 要用地球資源實在是很多 我再給另一個圖片給大家看 這個也很好玩 有一個攝影師 他到全世界各地 他拍攝一家人四口 一個星期的火食是有多少 很好玩 德國呢 一家四口是吃這麼多東西 有一個星期 厲害嗎 厲害嗎 厲害 然後美國呢 有這麼多 一家四口 日本呢 不少 總之也是不少 英國呢 波威頓 八口 八口兩個家庭加起來 這個小一點 我們中國、北京 都吃這麼多 蒙古 吃肉多 他們比較吃肉多 好了 我們人人都要消耗地球這麼多資源 除了吃東西之外 用東西之外 人人都有他的夢想 他要追求的目標 例如什麼呢 衣食自行 衣方面要穿得漂亮 穿得時暴 追上潮流 吃啊 還沒吃啊 吃得好、穿得好 住得舒適 行街最好有車 現在多數人都要坐車 行兩、兩、兩、都不肯 有車代步 物質 不停地追求 要好豐富 總之應有盡有 每個人為了滿足自己這種夢想 大家都很努力地去做事 大家都很希望過一個好的日生 這是每個人的思想模式 在這樣的心態之下 我們這個世界會調成怎樣 我們每個人都是用不同的心態去過 我們美麗的地球病了 一個很好的地球 所謂好好的地球就是幾十年前 幾十年前 當我們還是用咸水草去買菜 我們小朋友還是玩拍公仔紙 用豆袋玩班繩那些遊戲 我們這個世界還是很美麗 很少人說說環保文明 因為當時環境沒甚麼點 個人生活 現在地球生病 我們要看下 我們的地球究竟有甚麼病 慢慢跟各位說 地球有機 第一個最嚴重 就是氣候變遷 或者叫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本來是熱的 現在天熱我們很熱 但溫室效應的效果 就是極端氣候出現 不一定很熱 冬天時很冷 極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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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端降雨 現在好像日本鞭打完風 大雨到 整輛車可以衝出去 很短的時間之內 累積很大量的雨量 好了 地球現在出現了 在右邊的溫室效應 原因在哪裏呢 我有個影片給大家看 兩分多鐘的影片 大家先來了解一下我們 溫室效應 形成的原因 這樣 好 在總數到世界氣象組織 有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 我們的地球越來越熱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系小組IPCC 二月份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 十二年來有十一年溫度創下最高 造成持續升溫的原因是溫室效應 陽光照射地球的時候 有三成會反射回去 剩下的光和熱 會被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吸收 讓地球維持在溫暖的15度 萬物才得以生存 原本這些長期累積下來的溫室氣體 應該要在自然循環中逐漸減少 但無奈從1950年代開始 溫室氣體快速增加 像是在地球表面覆蓋上一層塑膠布 讓地球變得窒息 這六種氣體 煎動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走光 人物的活動在溫室的溫室上增加 在地球上還算是在位衝飽 都是在地球上伸的地球上 就是要在地球上身內 遭到地球上這個空氣體 就像是在地球上一般大小子 希望能量度不防幾個未來 洪水 暴风雪 干旱 热浪 各种极端的气候现象 逼着人类和各种生物无路可退 大气升温导致热带传染并向高纬度扩散 许多洞植物还因为无法承受高温 引领绝重 工业革命之后 人类大量使用石化燃料 毫无限制的排放位是气体二氧化碳 像是同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质物 人类只剩下不到十年的时间 来改变全球暖化的状况 这就是大外电视台播出的 有关温室效应的影片 大早他讲了很多东西 我和各位再重复一下 温室效应产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 制造很多温室气体 有几多种呢 二氧化碳 大家都知道 我们燃烧之后 产生出来的就是二氧化碳 另外就是甲苑 甲苑是在腐烂的食物产生出来的 我们叫沼气 在腐烂的食物产生出来的 其他我们比较少接触 像是氧化碳 这些大家比较少接触 这六种温室气体 就形成一个好像是一张尖 一个薄膜 盖住了我们的大气层 令到进入大气层的阳光 不能散发出太空外面 我们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温室 地球的温度增加了 地球增加了温度之后 有些什么效果呢 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 我们的海水 因为地球百分之七十是海洋 我们的海水的蒸发量 是不是大了 是不是立即大了 海水蒸发量大了 即是说空气里面的含水量高了 所以现在很多台风出现 因为台风就是一股力 由小至大地产生出来的 一个接一个力就变成一股台风 台风一定是要在海上产生的 因为海不停有水蒸去补充 那股旋转的风力 所以台风它一去到陆地它就消失了 因为陆地没有水蒸气补充 温室下令的结果就是 我们有很多台风出现 特别是到风季那时 第二就是由于地球的温度升高 我们南极和北极的冰川 溶解了 我们溶解了之后 它流入海洋的水便多了 科学家就说海平面会上升 那现在已经有几个岛 在太平洋那里有几个岛 已经被水浸了 那我们去欧洲去威尼斯 大家也去过威尼斯 原来威尼斯浸了几十次一年里 那个圣马开广场 比水浸得高过台椅 那个地方的水位涨得很快 那曼谷也试过 有些水浸得好像电灯柱 凸出顶头那里 小岛一座被海水隐瞒 然后洪水、暴风雪、干寒、热浪 科学家预计2080年 环境的难民会去到十一亿 什么叫环境难民呢 就是我们原本住的那个地方 可能被水淹干了 可能那个干寒 完全没有水 人不可以继续留在那里住 那就要走难去别的地方 那些就叫环境的难民 如果是冠西效应一直持续延续下去 特别是沿海的城市 会首当其冲 我有一个影片 大家稍后会看到 就是它预献 世界上有几个著名的珠江 包括珠江三国洲、上海、孟加拉那些三国洲 很多都被水烟了 如果我们地球的温度再增加超过2度C 平均2度C 我们的世界就慢慢慢慢有很多大城市被水烟了 这个就是完后国公布出来的数字 气候变迁灾害频繁 究竟我们在香港很少有机会见到 究竟气候变迁的威力是大成怎样呢 我有一个影片给大家看看 他由2009年开始收集2009年的录影 在世界局里拍的 这个制片的人就是台湾的传播人 就是陈文先生 他在台湾目击到 有一场台风 叫莫拉克台风 是2009年在台湾中部发生的 那场台风令到台湾的雨量集中在台湾中部 他有机会去到现场看到 他的屋子好像纸窄的 整间被水冲出去 很多人丧失了他的保护日生 他看到之后他就明白 这就是温失效应造成的灾害 他觉得他有责任要告诉世界 所以他就自己拍了一套影片 叫政府二道诗 已经放上网了 那时要找这个影片 就找得我很辛苦 我现在播了8分钟的影片给大家看 就是中国菲律宾土耳其 东非国地的天灾 大家感受一下温失效应的威力 高先生大声小声 有什么 我们对上 暴雨是白昼静如黑夜 中午12点钟天空乌云照片 民众误以为发生了日式现象 今天那不会是日式吧 肯定 日式啊 嗯 不会吧 日式 2009年7月起 中国大陆22个省下起了大豪雨 不仅四川湖南湖北焰大水 连往东东西江西贵州 过去很少出现大水灌的长江以南的地区 降雨量强度都超越了历史的极端纪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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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某一个夜晚 闪电竟高达一万一千四百多次 等于平均一分钟闪电十八点三次 每三秒闪电一次 那一夜 重庆彻夜未眠 2009年9月到10月间 菲律宾连续遭遇到四个台中进行 家园还来不及重建 又遭同新一波灾 这是菲律宾风灾中 人们最难忘记的画面 我们就这么旁观着大自然 把一个一个生命同眼前带走 原本的十几个人 最后只剩下三三两两 渺小的流略 一条桥 成了人与世间道别的地点 马尼拉街头到处是风灾留下来的印记 市区 市区等待清理的垃圾超过两万公斗 孩子们与垃圾共处 为了平息迷怨 菲律宾总统开放金碧辉黄水晶灯室的总统 成为史上最豪华的灾民收容中心 即使无台风警报的平静日子 地球仍有灾难 土耳其九月某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不到两个小时 就湮灭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伊斯坦堡古城 行驶道路中的公车灭灵 本来只是小妹休息的卡车司机 全都来不及逃生 原本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为了生存 也是为了了不起的人性 在街头上彼此协助 同一个时间地球另一端翻转陷入严重感旱 联合国估计东非之角 2009年共有两千三百万机密 无水无粮 其受难人数于惨状 远超越过去任何非洲战争所带来的灾难 2009年森林业火从澳洲美国希腊 满延至每一块干旱的火土 有些什么地区 的但是为了 美国汉人也现在来讲 美国汉人也现在在当波振 有些什么地 które 如果发现几个地区 也会有些什么地匪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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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中 地球向工业革命发源地 发出重大讯息 先是秋天不见了 只头上明明还挂着绿叶 却已是大雪 我们终于继续 继续 现在还要20天 我们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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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气氛瞬间走降到零度以下 估计2009年秋天只有35天 气候专家说 长夏 短秋 然后是长冬 短春 这将是我们未来地球的新四季 变奏曲 圣诞夜前夕 天主更将他的住宿转为景宇 苦了不知所措的欧洲人类 许多地区气温直低零下22度 甚至40度 玩弱一片南极的大基地 横跨英吉利海峡 连接英国法国比利时的高速铁路 欧洲之星 在大雪纷飞的耶旦节前夕 成了欧洲旅人的噩梦 捕猎欧洲之星列车 陆续出现电路故障而抛锚 2500名乘客受困隧道 原本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足足呆了16个半小时 车上的乘客宛如泄入恐慌的黑洞 好 刚才那个影片说的 就是军室校营所带来的灾害 这些灾难 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 不是919發生,我們在香港算是很有福,沒有遇到這麼強的天災,但我們需要居安示迷 說完溫室效應,接著另一個話題,我們這個世界還有什麼環境的話題呢?就是空氣污染 幾個月前,我介紹過一個影片,就是中央電視台的主播,退休的主播,柴靜女士 因為她出生的女兒,一出生沒多久,就已經有肺癌,入醫院做手術,引起她對於中國的空氣污染的研究 她一看之下,拍了一鏡,她將中國的空氣污染的情況,拍了一套紀錄片,公諸於世 這套紀錄片很震撼,她一出街之後,第一天,那個點擊率已經一億個點擊率 過了兩天之後,中國政府不讓她播,禁播,所以她在大陸已經看不到這套紀錄片,在電視也沒有播過 但這套紀錄片是發得很好,她的資料很豐富,叫窮頂之下,如果大家在香港可以上YouTube就下載到 這就是她所揭露給我對於中國空氣污染的一個很大的警示 空氣污染是什麼呢?是指空氣裡一些危害人體健康的污染物 這些污染物可以是氣體,固體或是液體的,總之會威脅到我們人的健康 好了,世界衛生組織公佈2014年公佈,空氣污染導致全球700萬人的死亡 在世界上已經出現了很嚴重的對健康的威脅 中國2014年又霧霧造成的空氣污染日數,大家有沒有聽過霧霧? 叫做PM2.5,現在中國很流行,有一個指數每天在手機打出來 有一個X,那個霧霧指數大家看看,天津197日,即是一年365日裏面 他有197日在霧霧天氣,沈陽是152日,成都125日,蘭廠112日,石家莊264日 石家莊264日在霧霧天氣,大家可以想像他們生活很辛苦 260日,差不多半年以上在霧霧中過 我記得這個財政網說霧霧究竟是什麼? 以前的人都不知道,杭州是否時時有霧? 每個人都覺得那地方很有思念,在霧景看陽流很有思念 誰不知現在才知道,原來杭州的霧霧就是霧霧,就是PM2.5 現在杭州的情況特別嚴重,因為現在杭州經濟很發達 那裡的人擁有私家車的量是大得很厲害的 汽車,私家車的數量非常之大 中國本年因為大氣污染過早寫莫外人數是50 對於空氣污染對於我們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威嚴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受過這個空氣污染的苦 我幸好在香港就少了,近年香港的空氣比較好 因為工廠搬走了 我最近一次是去山東旅行那時,睡黑覺突然間咳醒 我一看出去,山上不見了,全黑了,好像晚上黑 就是剛剛那些霧霧出來了 然後在那個地方,那兩天都是要捱霧霧空氣 要立即戴口罩,否則很痛,肺痛 我就覺得在湯器住的人真是慘 空氣污染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威嚴 最近大家有沒有看過大月兵? 有沒有看北京的大月兵? 有沒有看北京的大月兵? 那裡的天氣如何? 很好 很好 中國現在的新名字叫月兵藍 天空的顏色叫月兵藍 是月兵那天就有這樣的天氣 因為做了很多手腳 幾個月前已經開始叫工廠停產 月兵那一星期,全部的汽車不准開 放假,全部要趕人出去外省度假 這樣才可以看到天空再出現那個藍色 所以習主席曾經說 我們中國需要有一個叫MPEC藍 MPEC藍天,因為那一年 MPEC在北京開會的時候 天空又好像那天月兵那樣 又是中國做了很大的手腳 但那些只不過是短暫 中國因為太富有 那些人用車多,工業太誇張 排放出來的污染空氣 實在太多 這是富裕帶來的一個惡果 現在中國都很絕密皇帝 他們想調校好 但不是一個很短時間去做到 接下來就是酸雨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遇過酸雨 其實我們時時都遇到的 下雨之後頭很癢 被雨淋過之後頭很癢 現在近來的藍花死了 我們種菜的朋友說 菜鹽一落遠遠上雨 就要用清水去沖 不然那些鹽就辣 因為是流酸 水裏面有流酸的成分 酸雨怎樣形成的呢 就是這些 二氧化淡和二氧化流 空氣裏面的二氧化淡和二氧化流 和水結合變成流酸 一落下來就是酸雨 酸雨對我們的影響是怎樣呢 農作物和建築物 被雨淋過會爛的 酸雨造的來源是甚麼呢 工廠、發電廠和交通工具 排放出來的廢氣 我們汽車排出來的廢氣 和工廠排出來的廢氣 與水一結合就變成酸雨 會破壞農作物 如果水落到江河 就會令海洋生物滅絕 會死亡 好 我們看一看影片 為大家介紹酸雨 形成的原因 認識酸雨 在空氣污染較嚴重的地方 空氣中的酸性物質較高 一旦下雨 空氣中的酸性物質便會與雨水 相結合形成酸雨 酸雨的正確名稱為酸性成降 酸雨的強度與空氣污染的程度 有很大的關係 像是石化工業 火力電廠燃燒煤炭 汽機車排放的廢氣等 都是增強酸雨酸性的幫凶 酸雨對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都有影響 酸雨會使骨水酸化 湖中生物的生存與繁殖受到影響 酸雨具有腐蝕性 暴露在酸雨下的建築物 與藝術品 常會受到侵蝕而損壞 要減少酸雨對環境的危害 需仰賴政府取締過度排放廢棄的工廠 並嚴格落實空氣污染防治法 鼓勵民眾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並節省用電 以減少燃燒石油或煤所產生的廢氣 酸雨影響人類的生活 要減少酸雨的危害 要請你我來做起 大家認識了酸雨 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減少酸雨 大家看到這個影片嗎 大家看到嗎 記得嗎 少用先 減少製造廢棄 少開自己的車 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還有減少使用能源 這都是防止酸雨的方法 大家有這個常識 除了酸雨之後 就是講到海洋污染 海洋和河酸污染 都是人類做出來的 長久以來 人用很多東西 用完後就丟進海裡 那些垃圾 海洋變成垃圾牆 污水池 大量的生活污水工業廢水 不停向海洋和河川迫過 製造了自然界無法消化的廢料 以前的江河其實都是很乾淨 很乾淨 我們生活上用火派出來的廢水 其實那些河水是可以自己會淨化的 我看過有一個影片叫水文 是中國中央旁拍出來的 水的問題是水文 他在拍中國的農村那些河水 那些人在吃東西又洗衣服 什麼都在那裡洗衣服洗碗洗澡 1800年來都是這樣過的 那些人不會說喝了水後中毒 可見河水是有它自淨的功能 但現在為什麼會出現河川的污染呢 就是人用了化學藥品 第一個破壞河水的你猜是什麼呢 就是洗衣粉 洗衣粉 自從人用洗衣粉洗衣服之後 如果在河那裡洗 那些水就無法指 你將洗衣粉那些髒東西 再淨化回來 那就越積越多 你想想想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用多少這些洗衣粉 洗潔精 我們用很多的 我們現在洗完之後 我們那些污水排在哪裏呢 排在河 排在我們港口 政府用很大量的方法 將它淨化 用什麼方法呢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污水署 我問他 我問他 你用什麼方法去淨化這個呢 第一就是過濾 把那些大舊的隔出來 但最終是靠什麼呢 靠細菌 細菌 細菌可以吃掉它 細菌可以吃掉它 但現在因為製造的東西 太大量 人造的東西 那些化學合成的物 那些清潔劑太多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環保的人 你用那些環保的洗潔精 好像現在我們大量做的那些 烤素那些 那些就不可 環保有一句話 很好玩 它說 污染從清潔開始 你就清潔自己的家 但你清潔完之後 你排出來的水 就污染了我們周圍的環保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 要做到環保的生活 就改變一下 用那些大自然可以接受的 食物 以前的人洗頭用什麼 茶仔粉 什麼 五味子 五味子 茶仔粉 那些是不所謂的 就是江河可以把它製造 現在洗頭水那些就不可以了 好 再來就是 海洋污染使我們的食物裡面 聚積毒素 人食用之後生病 海洋污染使得海產減少 貿易食物的來源 海洋污染使得浮游生物死亡 海洋污染使得浮游生物死亡 你以為是用什麼功能 讓我們視面乾淨 是用索膠的 你打開它慢慢看 你爬開那些 裡面很小的那些 就是膠粒 它是用那些來磨我們的視面 把我們污垢的污垢 把我們污垢的污垢 把它抹出來 差不多排三 但是它是家裡的 最近我看到一篇報道 現在世界有幾個國家地區 已經禁止潔煙魚 因為這些潔煙魚 當我們用完之後排出去 可能會進入食人魚 這麼小的那些 你隔都不能隔 那些魚 海洋生物那些就會吃 然後一邊吃上去 那些膠就在生物鏈裡 結果我們吃了那些膠 我們吃了那些膠 我們吃了那些膠 現在可能遲下 全世界政府都禁用這個潔煙魚 這是一個環保的措施 有一個影片說海洋固然 讓大家增加你們的認識 只有我們人類製造自然界 但是沒有辦法消化的廢料 我們拍各式的農場 各類的塑膠料 我們入用這些瓶裝水 為了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 但是我們將這些廢物 我們將這些廢物 排放 當然是排海洋 海洋 海洋八分之八十的烏耳物 都是來自陸地的 大批的烏耳物 會危害我們 在海洋裡 會危害我們的健康 令到生態和兒童 不堪負荷 那些烏耳物搶走了氧氣 令到很多海洋生物 沒有生存 我們需要一個健康的海洋 在海洋裡 這影片是美國國務院製作的 放了上網 我們有一個回收中心 在九龍灣 我們處理塑膠 我們用了一兩年 有一個影片叫中途島 中途島 中途島 這個影片是說 有很多鳥在中途島死了 剖開它的肚子 裏面有很多塑膠 那些膠瓶的瓶蓋 還有膠的牙刷 打火機 有很多浮游的垃圾 很多鳥死了 肚子裏面有很多 有一個外國記者 這支影片 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中途島 是在太平洋的中心 距離它 太平洋兩岸的城市 都有幾千里這麼遠 沒有人居住的地方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鳥 可以吃到這些塑膠瓶的瓶蓋 而死在島上呢 這就是令我們想到 那些鳥 其實是在海裡 以為可以吃的東西 它飛去吃的東西 吃了之後那些瓶蓋 令它們 撐死了 因為沒有營養 死了 令我們想到 其實現在的海洋 已經是不乾淨 海洋不乾淨 原來已經有一個 正式的國際公佈 我們的太平洋 有三個垃圾派 三個垃圾派 每一塊 差不多整個美國 一個特克薩斯州那麼大 一個就是在 夏威夷那頭 一個就是近住中國 一個是近住日本的頭 都是這麼久以來 很多城市的垃圾 沒有管制 拋了下海 一路徐水漂流 去到中途島那裡 今天我沒有選擇這個片 給大家看 講完這個海洋污染 跟著講土地污染 土地污染都是人 因為製造很多日用品 製造過程中 產生出來的污染物 最近我收到一個消息 就說現在我們那些通菜 和西人菜不能吃 大家可以在Facebook看 原因就是那些菜 是在水中種植的 現在我們不知道 那些菜的來源 它有很大機會 是在污染的土地 來漲 因為中國 杜米的原諒 時時都發現超標 時時都超標 這個是土地污染 秋氧層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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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由於什麼呢 什麼原因呢 就是1920年發明的 CFC 就是那些雪種 我們開車的冷氣 是靠那些雪種才可以冷 用一些冷氣機 雪櫃等等 它製冷就是靠那些雪種 原來那些雪種 就是令到那個秋氧層 遭受到破壞 現在秋氧層有幾個大洞 就在南極那裏 就近澳洲和紐西蘭 所以如果大家去紐西蘭旅行 你要小心 要戴太陽鏡 那裏最多人患就是皮膚病 皮膚癌 皮膚癌和眼睛的病 因為秋氧層 那個洞在他們上面 好恐怖 好恐怖 我也有個影片給大家看 讓大家認識一下 那個秋氧層 穿了個洞的原因 其實我們的生活和天氣改變 是息息相關 要給下一代 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得從我們這一代 改變做起 我們的專題報道 帶你看 臭氧層破洞的真面目 臭氧層是保護地球的防護罩 但是近三十年來 臭氧層破洞 不斷的擴大 最大元兇就是人類自己 我們車子裡頭 只要一開冷氣 就要用到冷煤 還有裝填溶劑的噴霧罐 所產生的過氧化氯 可以一直飄飄飄 飄到二三十公里上 才被陽光所分解 那臭氧層就是距離在 地表二三十公里的高空 而過氧化氯吸收陽光 又再次分解 產生了氯原子 清晨一個循環 這是為什麼臭氧層 越來越薄 甚至破洞的原因 天氣好熱 汽車的冷氣 只要一不冷 車主們就會到汽車保養廠報道 幫車子加冷煤 現在的普遍是 沒有冷煤的話 就是一定灌冷煤 他就不會想說去等 如果說像一般零件耗材的話 他可能說還可以用 我就自己用 沒有冷煤 他是一定要灌冷 這是一定的 但是當你坐在車子裡 大吹冷氣時 空瓢的冷煤已經1.1滴 揮發進了空氣中 今年累月累積下來 還有浮氯碳化合物的 這些化學物質 進入大氣候 在陽光的照射下 過氧化氯開始分解 產生氯原子 氯原子會快速地破壞臭氧 形成氧氣和氧化氯 在臭氧層中 兩氧化氯又結合成過氧化氯 此時過氧化氯 吸收氧光又再次分解 產生氯原子 形成一個循環 這也是為什麼臭氧層 越來越薄 甚至破洞的原因 他對臭氧的破壞的情況 來自於他的化學特性 就是他很穩定 所以他不會在低層的大氣 被大氣中的氧化物質所摧毀 它可以一直飄飄飄到二三十公里上 才被陽光所分解 臭氧層是在距離地表二三十公里的高空 是主要臭氧層存在的範圍 所以要保護地球的這層防護罩 顯然必須要破壞臭氧的浮氯碳化合物 在到達臭氧前只要被分解 但偏偏當面 王公司生產的這個化合物相當的穩定 不會對人有傷害也不會複使管線 而廣泛的又在榮靜和感受 直到科學家發現他對臭氧的危害 才促使國際間領領謀客的公約 限制浮氧碳化合物的使用 所以現在的空物罐使用時 一旦沒有避開火源 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原本填裝浮氧碳化合物的空物罐 開始改裝成瓦斯 對使用的人類來說很不安全 但是對我們的環境卻變得更有望照了 現在用的冷媒是含輕的 或是含碳碳單件的 這個比較不是那麼穩定的冷媒 對人的使用上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製造它的成本可能也比較高 但是它會在比較低層的大氣 就被大氣中的氧化物質摧毀掉 這樣子飄到臭氧洞的海量就燒了 不過從美國太空總署拍攝的南極上空來看 1979年到2008年近30年 臭氧洞還是不斷擴大 縱使有國際公約 但是人類對福利太化合物的愛用 還是沒有減少 最近的公佈 臭氧洞是得過改善的 因為它有很多新造成的雪種 還有定形劑它改變了 它改善了 繼續說我們這個世界 除了剛才那些問題之外 跟著很多天災、颱風、地震、水災 大善災害每年死成7萬 跟著人貌 人貌我們要知道 人人都是污染源頭 我們世界上為何會有那麼多污染呢 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份 我們每一天都是製造大善災害 在我們生活上 戰爭、飢荒和疾病 這就是我們現在世界 我們現在世界所面臨的危機 再說回溫薩效應 最近我們在報紙看到的 我們在香港也看到的 我舉一些事例給大家看 4月開始印度熱得很厲害 超過2000人死亡 7月初開始西班牙很熱 40度高溫 日本7月中很多人中暑 說到香港 原來我們8月7日 是有史以來最熱的日子 大家那天見不見得到哪裡 36.3度 大家可能沒有太多留意 如果是在家裡開冷氣就不覺得 在外面工作的人特別難受 我現在夏天都覺得很難受 要是下雨下得很悶 整間屋都濕透 要是不下雨 所以我們一出街就像一個蜘蛹 很慘 好了 我們世界的危機 說到這裡為止 不再說了 地球這麼多災 這麼多難 都是我們人造出來的 如果我們地球沒有人類 都是一路運作 是沒事的 所有事都是自然會循環 自然會循環不適 如果要減低災難的發生 令到我們可以平安和健康生活 令行環保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知道 現在我們世界面的事情是甚麼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做出改變 這個地球才會變得更好 所以由現在開始 我們就說 如何去建立一個環保的人生 有一個環保的人生 不但對自己好 對我們的社會也好 對我們的世界也有好處 我們大家一齊來學習一下 好 這個環保有兩個重點 第一是有善環境 英文最好 我喜歡這個 Eco-friendly 我們跟我們的環境做朋友 即是我們不要傷害我們的環境 我們善待它 第一 我們所做的行為 我們都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我們這樣做 一個是破壞環境 那就是善待環境 另外 適福愛民 倒絕浪費 我們要不要浪費 這兩個就是力行環保的重點 我們逐個來說 善待環境 現在我們這麼多災難發生 都是因為我們沒有善待環境 所以大地的反撲 地球都對我們不好 我們當地球是一個人 我們對它不好 它便對我們不好 大地的反撲 相反如果我們善待環境 環境都會同樣善待我們 大家一定要深信 這件事 適福愛物 倒絕浪費 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大地的資源 都是來之不易 每一件事都是人們做給我們 我們香港基本上是沒有生產 是一個消費的城市 大家都是用人們製造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感恩和珍惜 別人提供給我們的東西 大地的資源是有限的 有一天會沒有的 一天會沒有的 所以我們要珍惜物件都有生命 我們要珍惜物件的生命 我們才可以永續生存下去 我們的子孫才有物質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師父經常說 我們要知福、識福和再造福 這個就是識福滿物 這是一個環保的觀念 我們要知道現在我們生活 是一個很有福的社會 我們要珍惜我們的福分 還有我們要造福 造福就是我們不要造破壞的事 不要浪費 倒絕浪費這個問題 香港除了這三個名字 東方、蜘蛛、購物、天狼、美食之刀 現在有人不叫我們做浪費之刀 同一些公佈的數據 大家想不認都不行 香港在環保領域的世界排名 全世界來說 我們香港排第幾個 在這幾個東西 人均垃圾糧 平均我們每個人 每天丟多少垃圾呢 家庭廚園 我們每個家庭製造多少廚園出來 人均吃肉 我們平均每天吃多少肉 原來全世界我們第一個 世界冠軍 你想不信都不行 因為有數字 人均家庭垃圾糧 這是環境局 資源循環藍圖裡的一個公佈數據 紅色這個就是香港 我們每一個人 每天製造1.36公斤的生物垃圾 我們鄰近的城市 東京是0.77公斤 首爾是0.95公斤 台北是1公斤 英國好像是這麼長 都是1公斤 香港是1.36公斤 我們多人這麼多 我們要思考一下 為何我們會多人這麼多垃圾 我們每天製造多少垃圾出來 1萬3千5百公斤 有9千噸是一定要送去堆田區 沒有方法可以處理 那9千噸究竟有多少呢 如果用一架雙層巴士來做幾例呢 就是380部雙層巴士 的體積 我們香港環境的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現在處理垃圾 3個堆田區 2019年就滿了 3個策略性的堆田區 最大和最遠的是在屯門 2019年就滿了 打鼓梁2017年 張君老是今年年底 滿了 快滿了 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的生活垃圾呢 還有建築 又有很多垃圾 堆田區又滿了 我們有甚麼方法呢 政府現在就計劃 要建一個焚化爐 但焚化爐不是我們想建 馬上有的 要很多年 現在政府公佈 我們計劃什麼時候呢 2021年才可以完成 有一個雲化爐可以用 即是有一個雲化爐可以用 但我們那個 那個堆田區 2019年就已經滿了 2021年才有一個雲化爐 出一個 我們怎樣去處理 每一天產生出來的垃圾呢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政府要處理的 我們每一個香港人都有一個責任 要減少製造垃圾 我們要環保 我們一定要減少製造垃圾 怎樣做呢 有方法的 我們慢慢討論 我們慢慢討論 我們製造的樹魚 原來香港人每一個家庭 每一人一公斤 大家側下有沒有 有一個公斤的廚魚 送頭送尾 菜頭菜尾 那些 沒有行不行 沒有行不行 但是呢 環保處的統計出來 我們香港人每天飄起 就是三千六百噸的廚魚 三千六百噸 要送去堆田的 小部分就送去 我們有兩間廚魚工廠 一間在葫蘭灣 在我們前世樓上 另外一間 現在正在建 在小豪灣 有一個廚魚工廠 但是那些都很少 一天做得幾十噸 大部分都要送去堆田 那些三千六百噸 其實它產生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那些廚魚 它很快就會電臭 放在露天的地方 很快就不臭 那些臭味 其實就是甲圓 甲圓燒得著 它就是溫室氣體 剛才說六種溫室氣體的其中一種 就是甲圓 所以香港會越來越熱 因為我們香港的上空 每天有三千六百噸廚 要放在露天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為這個城市添加熱力的因素 食肉量 這是Green Monday公佈出來的 香港每年吃150公斤的肉類 世界半軍 比美國還要搶這條巴 那為何我們香港人不吃這麼多肉呢 以人均來計 平均七百多萬人來除 我猜是浪費多過吃肉桃 我現在看我們那些食材 我們去那些酒樓食肆 我覺得大部分都是肉 佔的比例 蔬菜是好少 少很多 如果你吃素 你很難才找到一間素食堡 全香港有幾萬間酒樓 食肆只有幾百間素食堡 都不夠四百間 都不夠四百間素食堡 多一點嗎 多一點嗎 沒有 我總貴過沒有 現在具體的數字 我忘記了 這就是我們香港 為何我們的世界冠軍 貨幻保理 我們在講浪費 香港人是很浪費 我們怎樣看到 我給你們一些相片 我們有個中心是在九重灣 一個回收轉運的中心 我們就見到浪費 這些是回收物來的 我們是送來給我們回收的 我們打開看 這些都是回收物 打開看 這個沒有拆 這個是直髮器 就是頭髮剩直的 夾著頭髮 這個就是封筒 這個是封筒 這個是封筒 這些是相機電話 這個是封器聲心機 新的都是不要的送禮給我們, 這些是簡易, 簡易我們賭, 有些是整罐沒有過, 有人來回收就不要, 那些公司可能每個月有新的貨補充, 舊的就不要,都是很浪費的, 有些我沒有想給大家看, 有很多熱心市民, 他們將電視機、音響器材, 整套音響, 找美好的私家車送給你們, 回收,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換得一套新的, 即是換得一套美的, 那些熱心市民, 當然我們都很感恩他們, 他們送來的, 我們都轉給其他人, 我們轉去聖海國福運會, 讓他們送給低收入的人, 都是循環再用, 但是呢, 從這些我們收回來的物料, 我們就看到, 香港是浪費的風氣很重, 除此之外, 這些杯盆浪植的情況, 大家去哪間酒樓都看到, 吃完飯就是這樣, 剩下很多很多, 在食物方面我們是很浪費的, 香港食物的浪費, 三千六百噸左右的人, 對空氣質素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響飲飲飲食, 為何香港人的浪費會那麼嚴重呢? 就是大家的心態, 我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是很好的懷疑。 好, 先走了。 好,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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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有人收拾氣了。 吃了那麼多, 你真的要幫你收拾氣嗎? 既然吃不完, 不如, 吃幾多, 點幾多啦! 以晨情況, 你有沒有試過? 出街吃飯, 你有沒有曾經浪費過食物? 你所扔的食物, 真的不能吃? 香港是一個美食之都, 食物的供應充足、穩定, 但是浪費食物的問題, 都很嚴重。 不如, 我們一齊來看看, 你覺得自己會不會浪費食物呢? 嗯, 我不覺得啦, 我覺得沒有啦。 那你剛才的餐飯, 有沒有吃剩的東西呢? 嗯, 那有啦。 開大食會, 每次都買很多食物, 但又吃不下, 剩下很多。 會。 呃, 家人不會買很多人的零食, 真的又忘記了, 接著, 後來過了, 其實又要吃不下? 呃, 去飲的那些, 通常到最後, 雞啊, 飯啊, 麵啊, 都沒有人吃, 沒有人肯拿走, 超級市場很過份, 有個環保團體揭發, 超級市場每日丟一百多公斤的食物, 還沒過幾天, 很過份, 你又浪費, 他又浪費, 就是這樣, 香港每日丟上三千二百噸的食物殘渣, 佔了香港的廢物氣質量三分之一, 整堆食物殘渣一齊腐化, 過程中所產生的氣體, 就是堆鐵區臭味主要來源, 更令人頭痛的是, 香港三個堆鐵區幾年來就要爆滿了, 之後我們還可以把垃圾拿去哪裡呢? 每日三千多噸的食物殘渣, 真是沒辦法減少一點, 等我來, 來五色食四色啦! 按兩點菜, 沒有了, 耶! 吃幾多點幾多, 不要壓肚討渣啊! 小飯為何不拿三? 明知吃不下, 小飯order早點拿, 物貨便宜, 壞貨多, 吃幾多, 買幾多, 吃不完就沒買啦! 吃剩打包不怕啦! 千萬未害羞, 吃剩打包拿它走!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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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方面, 我們經過陳陽明老師那次的講座, 我覺得我們的飯真的不可以浪費, 真的不可以浪費,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一粒米, 要經過多少個程序才可以做出來, 十幾個, 十三、四個程序, 十幾個, 總之, 真是, 當師來處不宜啦! 總之, 大家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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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樂師會我找到的, 可能今日的時間都不夠, 有關肌鵝, 我說幾個數據給大家看, 他說全球有十億的人口是吃不飽的, 即是說每七個人之中就有一個癌肚餓, 我們只知道這個算了, 肌鵝是源於不公平, 源於不公平, 它有些是很值得發人心醒的, 作為吃得飽的人, 我們不禁要問, 為何有些人吃不飽呢? 作為不耕而食的香港人, 食出方本來自世界各地的農產品, 但事實就是, 全球二十五億為我們提供糧食的農民之中, 有一半人每一日只能夠得到一元美金的生活, 即是說, 為我們耕田的人, 他們反而是吃飽, 我們不用耕田的人, 我們就浪費, 這就是肌鵝源於不公平, 因為時間我們要講第二, 我們現在講浪費, 香港大家都看到, 那些免費佈真的很浪費, 每一日平均用紙量440噸, 因為有五份免費佈, 一個星期要用的紙量2千多噸, 要斬3萬7千棵樹, 才可以產生出這麼大量的紙, 等於3.5個維多利亞公園連繫的樹林, 一個星期的紙張用, 你說是否很浪費, 一份免費佈我們只是, 因為在上車時, 下車我們就給了阿嬸, 要不就丟了下去, 沒有收箱, 所以竟然間它使用的紙量, 每一個星期是1、2千多噸, 是否很浪費, 它的樹就是入口的, 香港沒有, 做紙, 不過現在樹已經有一個管制, 它做樹它一定要有一個證明, 那些樹是可以再生的, 不可以這樣撼伏, 現在國際監獄有一個協議, 即是我們的紙張有一個標籤認證, 即是它的產地, 那些樹一定是可以再生的, 它不可以斬到它沒有了, 瘋狂消費就看到浪費, 現在還在說浪費, 例如這些, 這是瘋狂購物, 這是做戲而已, 我知道是做戲而已, 這班外賣眾, 這班不是做戲, 是真的, 我們隨時在商場都可以見到, 現在已經不流行用手拿, 拖劫了, 數貨, 過度消費對全世界的後遺症是怎樣呢, 那條公式就是這樣, 過度消費呢, 導致過度生產, 因為你買東西, 你越買得多, 就越有人製造給你買, 你有需求就有供求, 一定是這樣, 過度生產是導致環境污染和溫室效應, 因為所有的生產都要在工廠裏面做出來, 工廠裏面要運燃, 運輸也要運燃, 製造環境污染, 所以如果要避免環境惡化, 需要抑制過度消費, 去抑制自己, 自己制止自己過度消費, 過度消費對個人的後遺症是怎樣呢, 一個喜歡買東西的人, 他家會怎樣呢, 很多垃圾, 基本上很多垃圾, 好像可能誇張些, 但真的是這樣, 你買很多東西回家, 你有想過怎樣擺的呢, 你喜歡買東西的行為, 買東西之前, 你有想過買完之後那東西擺在哪裏, 都一定是這樣, 如果我們買少些東西, 家製得乾乾淨淨, 整齊齊, 大家會覺得好, 如果在家是這樣, 是否覺得醒神點, 醒目很多, 其實我們需要的東西不是那麼多, 我們生活需要的東西不是那麼多, 家製這樣便好, 大家家製得那麼乾淨, 但你一定不可以幫忙, 你夠用便算了, 家裏我們的精神都會好些, 所以家裏的環境對於我們的人, 對於我們的品性, 對於我們的精神很大影響, 你家裏好像個墊場一樣, 好像垃圾桿一樣, 我不相信你的思路會很清晰, 要挽救地球, 雖從人的黑己做起, 不能黑己, 環境的破壞, 不會停止, 這是正如法師所說的, 我們要保護地球, 就一定要剋制自己的欲望, 購買的欲望, 好, 有一個剛才說的蘇除力, 要為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看兩本書, 蘇除力, 他說三天讓你轉運, 蘇除可以轉運, 看到你的房間便知道你的未來, 大家相信嗎? 相信嗎? 蘇除力, 就是你执好你的房間, 我們現在說環保, 環保從自己做起, 一定要從自己做起, 自己在哪裏做起呢? 在家裏做起, 每個人都要一樣, 先修好房間, 整理好自己家裏面的環境, 然後才顧好外面的環境, 好, 那蘇除力, 就是要我們培養整理家居環境的能力, 我們中國第一夫人, 彭麗媛她說, 請將你的家打掃乾淨, 一谷不掃, 何以掃天下, 即是你家裏不整理好, 你不要想外面的東西, 你不要想社會怎樣為社會, 你搞好自己的屋性, 這個是一個致力, 我現在都很深的體會, 我現在幾十歲, 我才開始學習, 培養我自己的素材, 所以我現在早上起床, 我自己做主祖策, 煮完之後, 我要將廚房整理好, 完全沒有恢復原狀, 我自己的廚房整理好, 我現在全部要自己做, 我覺得生活很充實, 在座女士多, 我相信女士生有這種能力, 但男士不一定, 要先學, 學校, 或者自小有沒有這個, 父母有沒有培養自己的一股素材力, 這樣, 這兩本書的內容很好, 它說什麼呢? 它說整理好房間, 否則你的人生可能危機性, 為什麼呢? 因為房間影響你的心情, 你代人主事, 如果你的心情不好, 無緣無緣無緣無故發一大氣氣, 你影響所有的, 你影響你的命運, 就是淘漠, 所以整理好你的房間, 你才可以有一個好的精神。 第二, 你的房間就是你自身的投射, 你的人生其實就像你房間一樣, 現在我們中心有很多公司帶了一些火器, 我跟她的经历说, 如果你想请人, 你要看你的伙计是否适合请她, 我现在想去看看你的房间, 我不用你告诉我, 我跟着你回家看看你的房间, 我决定请你, 可以吗? 如果有女婿或媳妇, 我想去参观你的房间, 我现在跟着你, 这是一个方法, 如果不行的话, 就去教育, 所以现在我们的子女都要培养这个数据, 很重要, 你怎样去摘衣服, 怎样将东西放入柜档, 很重要, 你不执拾很难, 我认识过几个朋友, 摆到整个屋都是人, 摆到整个屋都是人, 我们有些感恩户, 有几个我做的, 那间屋直接是一个, 一进去一条南巷, 两边都是摆盘了去买回来, 一直塌到上去屋, 只有一条行可以进入房间, 不是厕所的, 真的有这些人, 我们帮他清那些660垃圾桶, 十几桶, 你扔东西, 一定有人帮你扔才行, 你自己样样都说不捨得, 很得意的, 我们帮别人清理, 你不要在这, 你走出去, 我们帮你决定哪些东西要, 哪些东西不要, 你过几个小时回来, 我们帮你清理, 这都是一个功德, 好了, 成功人士, 我们看他的家居, 都是很整洁的, 你看看所有你仰慕的成功人士, 你看看他的房间, 个个都是井井有点, 只有, 你有这个掃除力, 你所做的事, 你才会做得很好, 你才会做得很好, 打掃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逻辑思维, 表示你, 做事有没有条理, 这句他奉勸一些年轻的那些, 当你有情绪问题的时候, 譬如, 跟朋友买了交, 或者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 就是, 你执一下你的房间, 从执你的房间, 执好之后, 你就慢慢想到一个方法, 你就解决到你的房间, 执好你的房间, 素材力很厉害, 环保要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家家户户落实环保, 环保才能够做得成功, 做得徹底, 这也是正言法师的正思语抽出的, 建立环保人生, 需要养成分居回收习惯, 我们当然制约是需要, 但分居回收也是我们很需要做的, 为何香港的垃圾会多成这样, 为何世界冠军呢, 因为我们还未培养到分居回收的习惯, 我们在家有多少人做回收, 家有哪几位在家有回收桶, 很少, 甚少, 一半都不够, 即是说我们香港未养成这种回收的习惯, 其实是很需要的, 很重要的, 为了时机, 为了我们社会做分居回收, 你只需要多买个层架或桶, 你可以放在垃圾桶里, 你预备检查的东西, 有哪些不需要检查, 大部份, 我计80%都可以回收, 你将可以回收的东西放入回收桶, 要检查的东西很少, 即刻只剩下四成五, 如果我们养成分居回收的习惯, 亦都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重视你使用的资源, 重视那个物体, 你珍惜你的物体, 使用物体的声明, 好了, 辞济就是身体力行做环保, 讲辞济的环保节, 我们在台湾开始, 辞济已经做了25年的环保, 由1990年开始, 1990年台湾的垃圾问题很严重, 好似现在香港那样, 有一次, 我们师傅正人法师, 他就去台中做一层演讲, 他经过的地方, 见到很多夜市留下的垃圾, 整街都是, 当他讲到精彩的时候, 民众部长, 师傅就立刻, 灵机一栋, 就说, 不如你们用你们鼓掌的双手, 做环保, 他就说, 就是你们鼓掌的双手, 不如你们就开始做环保, 那些在座的听众, 有一位我们的师姐, 他过了几天就去拜访师傅, 他跟师傅说, 师傅你那天讲轻轻的一番说话, 我就重重的听着入心, 不如我们做一个开始, 他就找他的邻居朋友, 就开始在他家前面做回收, 他在附近的李隆, 就去帮人家劝务, 有哪些东西你不要, 你交点我回收, 那我们存起回收物, 卖了之后的收益, 我们是为了做前线的事, 好多人都很响应, 一方面有人帮我们拿些东西走, 另一方面也做了好事, 这回收的风气慢慢传到周围都是, 在台湾好像以后春水, 環保站越来越多, 那就是我们持制的环保置业, 环保置业就是从回收开始,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环保站, 就是用互相秀来环保, 我想我们不够时间, 给大家看看台湾环保站的面貌, 因为香港未有环保站, 给大家看看台湾环保站的面貌, 是减量的方法, 来支援资源回收, 而资源回收的第一步, 就是先分类, 环保志工们低着头, 挽着腰, 挽着一颗暗路大力的出发心, 集合众人之力后才发现, 原来回收的垃圾, 不但减少资源的浪费, 科技的研发, 也能将宝科屏抽丝做成坎子, 随着磁济国际灾的角度, 送你到需要的灾区,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好处, 其他可以变卖的部分, 可以修理最实用的部分, 都让这些被丢弃又不容易腐败的物品, 延长入命,增加用处, 于是透过做环保, 志工们当成种修行精进道场, 为开启平的那颗懂得习乎爱的心, 这种深行教育, 不但在台湾各地, 也推展到海外, 只要是奇迹人在的地方, 就会努力推行环保的概念, 深行回收教育, 在积极世界里, 本宝之工们被称为, 《草荷徒荷徒荷》, 而田是觉悟的意思, 大家觉悟了地球和人类共义共存结密关系, 于是起而行, 首先向下, 发挥和潮心, 来保护这片大地。 大家有看过, 这个就是《慈祭环保站》的一个缅码, 其实那个旁白呢, 我觉得它讲得最有意思, 就是涵盖做环保的意义, 理念, 我再跟大家, 一个环保站的功能, 做分类, 培养一个爱大地的心, 分类, 做自然分类, 只不过是一个爱上穴, 大家只看到我们在做自然分类, 但做自然分类的目的, 除了令垃圾搞笑之外, 它会影响一个人, 它有环保的态度, 心态。 今天培养对一个爱护大地的心, 我们有很多环保志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那些人特别是爱护大地, 我们环保站主要的人力都是来自一班文化族,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那些老婆婆、老公公那些人, 他们是最喜欢环保站的, 减少资源浪费, 延长勒命, 这是环保站表面的功能, 环保站的主要功能是, 啟發了人人懂得惜福爱命的心, 好像我给大家看的影片一样, 在环保站见到那么多可以用的东西, 就被人丢弃, 送到环保站, 自然会想到, 我们这样做得, 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呢, 所以我们的环保志工, 如果时时在环保站做回收和分类, 我们都会很珍惜物念, 我们不捨得浪费。 在环保站, 啟發了我们懂得惜福爱命的心, 志工亦都视环保是一个精进修行的道场, 我们当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 是为人付出, 还有在环保站里面, 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 大家一起修行, 以新作争, 新行教育, 就是一个人影响另一个人, 为何大家都有这样的心呢, 我们看人的榜样, 学习人的榜样, 这是环保站的功能, 我们在香港, 在2009年开始做资源回收, 这是我们第一个环保站, 就是在大围车封面, 我们都是回收一些塑胶瓶, 这是我们做分类时的面貌, 第二个环保站就是在侧如冲, 侧如冲的地方很小, 就是很小的, 我们都是做那些胶瓶为多, 除了两个环保站之外, 我们还在外面, 就和政府借地方, 就办一些叫做夜间环保店, 我们去摊板那里, 就回收他们用过的胶袋, 那些塑胶瓶, 这些是屋邨, 我们做夜间环保, 就放个摊在那里, 就让街坡经过, 就跟他们讲一下回收那些, 那些事, 这个是日间环保, 就在春阳街那里, 北角度那里, 我们每周三上午都在开档, 街坡对我们的响应都很好, 有很多回收物送来给我们做回收, 街坡也都因为我们在这里摆档, 就养成了一个分类回收习惯, 我们每周三去, 他们都将一个星期存在的回收物送给我们, 大家已经有两年多的交往, 已经熟了, 这些方便知道, 星期三是在这里开档, 这个是美肤夜间环保站, 我本来有个片给大家看, 包吴架时间, 我跟着讲就是小玉之竹, 这个亦是建立环保人生所需要做到的事, 什么叫小玉之竹呢? 小玉是幸福人生的保障, 大家都想过一个幸福人生, 幸福人生你一定要培养一个小玉之竹的收, 人因为欲望无群, 但现实也很难满足我们每一个欲望, 小玉可以減闷因为你的欲望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如果你有些事你一定要到, 可能有人跟你赞, 可能你得不到, 这是多玉的还处, 其实我们维持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不是很多, 如果我们生活得简单, 就不会被欲望煸动我们来粗劳, 一世人就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来粗劳, 其实我们很辛辛苦苦, 做了很多努力, 换回来的东西, 结果可能是我们不需要的东西, 我们买回来很多东西, 我们开始的时候很想要的东西, 但得到之后, 我们粗珠高国, 我自己都试过很多东西, 以前很想要的东西, 千方百计想拿到手, 结果回来就放在这里, 结果放在柜桶里面不好用的, 最初我不买就可以了, 满足一时的欲望因为, 但当欲望满足了之后, 第二个欲望又生出来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警惕自己, 小肉知足, 知足才是最快乐的, 即是我们没有一个对物质的强烈的需求, 我们人会很轻安自足, 所以小肉知足是我们祖师大德打架我们, 物质风雨不但没有令我们生活越来越轻松, 相反工作节奏越来越快, 现在的人不停去拼搭, 其实都是想买多些东西给自己, 很多人已经足够了, 但都不停地买, 令到本来收入多些, 人应该更加轻松愉快, 但现在我们看下我们收入高的人, 个个都不是的, 个个都做到好业, 几乎没有收工的时间, 我们的生活是否要用这些方式去过呢? 小肉知足当然是保护环境的一个方法, 人因为要用太多东西, 不断地开发我们大自然, 堪拔这个失望, 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尽的责任, 交通工具的普及,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习惯了要坐车, 不坐车不行, 为了环保来说, 如果我们可以减少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 多些承担公共的交通工具, 亦都是为我们的环境做一些福, 好了, 破坏环境其实是透, 和略别的资源就是透支我们的利害, 我们现在用了子孙面, 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多东西, 如果我们过分使用, 其实我们就用下一代, 因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用了就越来越少, 使肉之糟当然是修行的一个途径, 我们不要被一些无常的东西, 令自己牵挂, 如果心被欲望牵着, 不得自在, 欲望越多, 我们的烦恶也会越多, 相反如果欲望减少, 我们的执着也会减少一点, 我们师傅有一句证师教我们, 物质欲望往下比, 你不要看那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有, 你看看比较我们没有那么富裕的人, 他们都可以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物质我们不要向上, 但是精神品德就往上提, 我们一直向上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 这就对了, 那我们师傅教我们, 物质越向下,精神越向上, 那我们说到心灵环保了, 最后讲到心灵环保, 那其实我们的行为, 全部都是我们的心灵驱使, 所以心灵环保呢, 其实就是令到我们的心, 清除我们的心灵的毒素, 不要被那些叫贪亲痴那些, 在我们的心里面生长, 防止这个心灵风暴, 心灵风暴就是我们无端端发起庭的心灵, 这是很重要的, 时时照好心灵, 心灵保持内心的平衡就是安定, 降低物欲,随缘生活, 我们有就好, 不要强求, 佛为教兵教我们说, 多欲之人, 多求利故, 虎老亦多, 小欲之人, 无求无欲, 则无此华, 行小欲者, 心则秤, 无所幽为, 无求无欲, 这是一个真理的名言, 多欲的人, 你想要很多东西, 虎老亦多, 因为越来越多欲望, 你的心不会停息, 虎老亦多, 如果小欲, 无求无欲, 我有又可以, 没有又可以, 那人就轻安自在, 当官知足, 知足的人, 虽我们上又为安乐, 不知足者, 虽主天堂, 亦不清义。 大家有听过颜梅的故事, 颜梅的故事, 一单字一条饮, 一条饮, 人也回也不改其乐, 我们要想一下, 为何他可以这样呢? 为何他可以这样呢? 因为他的心灵满足, 所以我们现在说幸福人生, 其实是不应该建基在物质的富裕, 不应该建基在我们生活上的享受, 而是我们可以过一个简直生活, 但我们的心灵很满足, 那我们的生活为何可以满足呢? 因为无求无欲, 有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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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生人, 你这一生人, 所可以得到的东西呢? 就是你的福裕, 不是可以平衡。 如果我们想福裕, 自己的福裕好呢? 你首先要知福, 释福, 再做福, 你一定要做福才有福裕, 不是你强一强就有。 好, 好, 我猜差不多, 今天也见到大家很长时间, 说得不好, 好, 希望大家高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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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